大家好 欢迎收看佳佳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提起李嘉诚 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蝉联多年的华人首富 虽然如今已经退休好多年了 但在富豪榜上也依旧名列前茅 在2021年最新的富豪榜上 李嘉诚仍以高达325亿美元排在了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七位 依旧是中国香港首富 当然 在李嘉诚退休之前 就对此自身的财富进行了分配 2012年 李嘉诚的财产分配计划宣布 将市值超过8000亿元的长和实业交给了长子李泽聚 将数千亿元现金和流动资金给了二儿子李泽凯 同时还在美国为李泽凯创办了一个基金 现如今 这个基金的市值已经高达980亿美元 而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分配 也是因为大儿子李泽聚从小就在他身边学习做生意 而李泽凯则更喜欢自己储蓄床 关于家产分配 李嘉诚可以说是做得比较合理的 并且关于财产的分配 李嘉诚曾经还说过 如果李泽聚和李泽凯对财产分配不满意 他们也可以自己交换 总体而言 李嘉诚对两个儿子并没有一点偏心 除了这两个儿子之外 李嘉诚曾经还亲口承认自己还有第三个儿子 并且这个儿子的身价也已经超过了2000亿 这也让大多数人都感到非常困惑和不解 什么时候李嘉诚还有一个儿子了 当李嘉诚将这句话说给两个儿子听的时候 兄弟俩确实也是吓了一跳 而后李嘉诚解释道 我说的第三个儿子并不是活生生的人 而是我的基金会 事实上自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以来 李嘉诚就不止一次强调基金会就是其第三个儿子 以至于在李嘉诚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 至今还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基金会是我第三个儿子 并且李嘉诚还表示未来的基金会体量不少于自己财产的30% 而这个基金会的作用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专门用来做慈善的机构 当富豪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往往都会干同一件事 就是奔赴慈善市场 作为曾经的亚洲首富 华人首富的李嘉诚 自然也有着做慈善的夙愿 不仅如此 李嘉诚甚至还在自己的家族里立下了一个规矩 表示这个基金会只能用来做慈善 不管是谁都不能从基金会拿钱 并且从1980年成立至今 李嘉诚基金会累计捐赠已经超过270亿港元了 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 由于疫情席卷武汉 李嘉诚基金会也直接给武汉捐赠了1亿港元 也是当时中国香港各界富豪中捐赠金额最高的一位 在刚刚进入2021年时 李嘉诚便又在慈善领域拨下了种子 根据李嘉诚基金会发布的消息 显示基金会将斥资2000万港元资助保险医院 明爱全息关节致患术 这次的2000万港元的资金也将帮助超过200人 此外根据李嘉诚基金消息显示 目前在资助的项目超过5个 获得资助的病人可获75%至全资的资助 无论哪种方式 可以说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病人和家属的看病压力 多年来李嘉诚在慈善领域的脚步也从未停止 那么李嘉诚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钱来办资金会呢 又为什么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呢 事实上这也和李嘉诚从小的经历有关 李嘉诚小时候父亲是一名教师 家境还算不错 然而生于乱世的他 当战争开始时便和家人逃到了香港 后来父亲又死于疾病 此后一家人生活就变得非常贫苦 吃不饱穿不暖 那个时候李嘉诚就希望将来能赚很多钱 让家人过上衣食无忧舒适的生活 当李嘉诚取得了成功的时候 回顾他创业的初衷 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在那个时候 李嘉诚又找不到掌握这么多财富的意义了 但很快李嘉诚摆脱了这种困惑 他决定把自己的财富回馈给社会 让一些和他曾经一样遭受苦难的人 过得不再那么辛苦 因此在成为香港首富后 李嘉诚就开始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他人 并且在他看来 很多富豪们财富已经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此时也应该回馈社会了 并且作为一名企业家 他更是知道创业的不容易 为此李嘉诚还专项投入10亿元来支持中小企业应急 而李嘉诚对慈善事业的追求也值得公众的肯定 并且也为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富豪们树立了榜样 如今李嘉诚的大儿子得到了企业继承权 二儿子得到了创业资金 而这位三儿子也得到了不少李嘉诚的资产以及投资 在2012年的分家中 李嘉诚把所有的资产都给了大儿子李泽聚 然后他把所有的现金都用来支持李泽凯独立发展事业 这种分布也凸显了李嘉诚非凡的智慧 是对他两个儿子最好的安排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知道李嘉诚还有第三个儿子 众所周知李嘉诚热衷于慈善事业 他的第三个儿子就是于1980年出生的李嘉诚基金会 李嘉诚曾多次表示李嘉诚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基金会的资产不少于其资产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根据李嘉诚家族目前的总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 该基金会的资产将不会少于300亿美元 这些资产包括李嘉诚捐赠的股票和现金 也就是说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现在身价达到了300亿美元 在成为香港首富后 李嘉诚开始建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他人 自1980年以来 他已捐赠超过200亿港元 而且还不包括汕头大学播出的80亿元 关于汕头大学 李嘉诚表示 未来几年将投资20亿元改善汕头大学的软硬件设施 目前捐赠的200亿元中87%用于大中华地区 可以说李嘉诚是当代将慈善进行的最彻底的企业家了 香港很多富人也喜欢捐款 像李兆基 她的捐款却是为了求得家族的繁荣 例如在她的孙子出生时 她为了冲洗捐赠了3300万元 寓意求得生生不息 另外两个富豪 郑玉彤和郭炳香 并没有为慈善事业做出太多的贡献 虽然他们偶尔做些慈善 但是与他们的巨额财富相比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台湾最大的慈善基金会 是由王永庆创立的 但其规模与影响力 都无法与李嘉诚的三儿子相提并论 目前大陆的很多富豪 也开始走上慈善之路 去年首富许家印 就捐出了十多亿元人民币 而麻烦不断的王健林 也捐出了数亿元 但与他们数千亿的财富相比 这都不算什么 事实上 中国有很多创业成功的人 他们都只能被称为商人 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而李嘉诚有财富 但并不吝啬低调热心工艺和慈善 现在还在大力发展医药行业 造福全人类 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未来我们也希望长江实业集团 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在行业中走得更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啬